特别注意,你可以试着把这地方,因为它录下来的东西会折行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折行,类似这样,可是有的时候你又把它放大看得到 可是如果缩小之后的话呢,你又要再折行,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直接把这一行按Enter,它会出现错误 如果不要让它变错误的话,记得按空白一键加一个底线 它就不会产生错误 空白一键加底线表示说这两行是在一起的 特别注意,很多同学直接就按Enter就错了 当然在VBA里面是这样,如果说你在其他,像在Jama里面就没关系 按Enter没有关系,可是在VBA里面一定要空白加一个底线 这是规则 再来就是说,请各位将来养成好习惯 像我的录制,第一个就是你要很清楚,你到底录什么 你最好可以把那个步骤,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直把它打上去 这样子你将来看也看得比较懂 然后你也可以学习说,每个步骤它录下来的东西是什么 将来你可以利用它录下来的东西去做一个程式的修改 这样会比较清楚,慢慢累积 久了之后你就知道原来选举,原来选举是用Range 后面的话给它一个储存格的名称 那记得前后加算要点Select这个动作,原来是选举 将来你就知道了 那另外呢有个Selection,因为你会有个Select的动作 就会有个Selection 那Selection呢就是一个选举的范围 那你可以针对这个Selection的范围呢,去做后面会有一些动作 这个动作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把那个Stop,一二三八这个数字呢 改为一个什么呢,改为一个变数的话 那有几种改法 这里的话呢,我们在书上的第四页 第四页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是直接怎么样呢 第四页里面的二四六,第七行 第七行底下会有个二 二的部分的话呢 它直接把Stop这个一二三八 改为一个什么呢 改为一个Input Box Input Box呢,实际上就是会跳出一个输入的一个方块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让这个值 可以改成了让使用者自行去输入的话 那请你把这个地方输入Input Box 那Input Box其实使用还蛮频繁的 那这边的话呢,就给一个叫做请填 请输入中指值 比如说这边的话呢 输入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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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